昨天 沈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沈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73场新闻发布会 发布疫情防控最新消息 4月13号至4月17号期间 全市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等 有序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 公交 地铁 油轨电车等公共交通有序恢复运营 商超 生产生活资料类批发市场 室外旅游景点等人群密集场所 实行限流50%开放 全市现有的风控区 管控区 继续按严格规定执行疫情防控相关措施 各地区还要继续加强城市社区小区 城中村 陕体围河楼的管理 进出平48小时核酸检测 因性证明中校学等继续实行线上教学 幼儿园学生儿童托管机构 线下教育培训机构等继续暂停服务 各地产品机构不允许糖食 只提供外卖服务 为确保实现动态清零目标 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结合沈阳当前疫情实际情况 定于4月13号起至4月17号 实行居民常态化核酸检测 所有在审人员出行必须持有48小时内 核酸检测因性证明 对集中隔离点 防控区 管控区 重点行业 特殊场所 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 需要按相关要求进行检测 采样时间安排在每日早七时至晚二十二时 本次常态化核酸检测 实行免费的政策 目前 全市工业企业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规模以上企业复工率50%以上 各类企业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复制的前提下 可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封闭区 管控区 防范区企业 继续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现任措施 其他区域实行一起一测 一场一测 分类差异化防疫措施 确保采源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 第一时间 周冰凯 富刚报道